那9月12号呢是歌手和杰和演员郝子明的大喜的日子 那按理说啊这两天呢小两口应该已经是盲疯了吧 不过呢在百忙之中呢这和杰和郝子明呢还是抽空 接受了我们新娱乐在线的独家专访 那不瞒你说啊我们前去探班的记者 可是已经被这两位的幸福给彻底打败了哦 你们俩的签名是吗 然后这个是我们结婚版那首歌的单曲 就是当天所有去的嘉宾都会有这个是吗 还有什么就是像这种很有意思的东西 邀请函 对 背面什么样啊 那你地址不能看啊 好赶紧说好 好了好了我们不拍了啦 各位观众朋友们虽然大家没收到请柬 虽然地址我们也没有拍到 但是和杰的这份乐和劲 你们都感受到了吧 随着镜头这么上下打量 记者突然在和杰的腿上发现了一条明显的疤痕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就这个嘛 对啊 就是摔的 重点是这个 我这个疤痕前面还有一道 刚刚聊 刚好玩又摔了一些 摔的可粉 多大的时候摔了 今年 今年摔了 哎妈呀 和杰同学呀都要当新娘子了 怎么还这么粗线条呢 这让粉丝看见了又该怪贺子明没有照顾好了吧 不过说起贺子明 我们的和杰还是相当甜蜜的 这老公陪你坐了吗 吃点 哦对 这个是 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他在那 睡觉 一直坐着陪你 刚才坐着 后来就慢慢就看 就倒门了 看见有个人在那睡觉 闲聊归闲聊 也该坐下来做个正经的专访了 可记者还没发问 两个人又对上了眼片呢 你们俩让镜头背后的单身男编导 请喝一看啊 我俩现在是合法夫妻 合法夫妻 为什么选择近男 为什么选择那个九月之二 好日子 那天是个好日子 好在 几日嘛 对啊 也没有什么好 就是 就是很 很俗糙的去算了一下日子而已 绕呀绕 绕呀绕 其实记者想问的就是 两个人这么快结婚 是不是放肆成婚 很多人大家都觉得 这么赶 是不是因为怀孕了 还是 没有 你看我像怀孕了吗 没有吧 没有 看不出来 对啊 实际上是说 看不出来 而且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就是几个月之后大家都会知道 没有必要骗大家 说了那么多 快让新郎官跟大家说两句呗 就算现在还没怀孕 那这事总该列入短期规划了吧 没有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计划也没用 这个东西就是 他来了就要 就是 该生孩子 该有孩子的时候就会有 都是 顺其自然 对 2005年 2005年以超女第四名的身份出道的何杰 事业一直稳步发展 而她的感情路却并不顺利 2010年 何杰与世晓龙迎拍摄电影《导客外传》而擦出火花 二人还在这部电影中显出了银评出文 这段看似金童玉女的爱情还一度被报道已经到了凤子成婚的地步 但最后是无疾而终 尽管被一起拍到很多次 但是世晓龙的态度却一直都不置可否 然而何杰对于这段感情的投入似乎更深 与世晓龙分手之后 她的情绪急进崩溃 不能自拔 就连2011年与新东家华一签约的时候 何杰还因为穿上婚纱 独物私人 而一度失声痛哭 我又很恐慌 我害怕 有一天我真的要出嫁的时候 我是不是 不会选择婚纱了 因为其实我 哪个女孩子都会这么想过说 穿在自己身上的婚纱 希望只有我一次 好在何杰很快就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 虽然她的名气不比世晓龙 但她对何杰的爱却无比热情 一直以来 何杰都承受着工作上 还有一些 负面性的压力 压力非常大 我今天想对她说 而且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因为我们在你身边 保护你 照顾你 可以永远 让你能够勇敢地 判定地去面对 面对一切 虽然曾出演过《公二》 《火蓝刀锋》等剧集 但在表白之前 贺子铭只能用《明不见经传》来形容 因此不少人都在这段感情上面 扣上了炒作的帽子 我们两个每天都在一起 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事情 因为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的私生活 其实别人去吃一会儿怎样 其实都不重要 他作为一个男人 他懂得呵护女人 然后保护他身边的女人 这是他最让我动心的 也是最让我想要跟他走下去的原因 贺子铭的不忘初衷 和解的坚定不移 让两个人终于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我们也祝愿这位 正被幸福包围着的小女人 早日实现 她曾对着我们的镜头 许下的另一个情愿 我自己很希望就是说 就是说自己能够早点生小孩 然后生日可以早点恢复 可以当个辣妈 然后可以穿得很好看 然后跟我小孩穿情侣装 然后在街上去 带她去菜市场买菜 这是我幻想的画面 新日在线总统报道